今天我们要聊的歌曲呢 是一首非常伟大的歌曲 它的英文呢叫Tears in Heaven 中文呢叫泪洒天堂 那么这首歌曲呢 给它的原唱者带来了极高的神旺 那么在1993年和1994年呢 这首歌Erik Clapton 凭此呢获得了六项的格兰美大奖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聊聊这首歌的创作者 Erik Clapton 那么克莱普顿呢 是在英国1945年出生 那么如今呢 在74岁的高龄 那么在他的一生中 漫长的音乐历程 和居高不坠的名声呢 得益于他的很多的音乐的作品 那么我们今天这首歌呢 是他其中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克莱普顿呢 在音乐上非常的有成就 但是在他的一生的个人生活中呢 却是非常的悲凉 从小父母离异 青春的苦练 吸毒以及伤病的充滞着他的成长 对他来说 音乐不仅是声音和气乐 更是对生命的一种无情的抽取 尤其表现在我们今天的这首歌 天堂之类 那么在1988年 刚过二厘之年的克莱普顿呢 他的儿子叫Conor Clapton 小康纳出生呢 大概在四岁1991年的时候 从纽约的曼哈顿的 53层的高楼上 坠楼而往 所以说在中晚年 痛失爱子的克莱普顿 在其后的几个月 非常的悲哀 那么这种极度的悲伤呢 在第二年 他和威尔·詹宁斯 两个人创作了这首 Tears in Heaven 那么同时呢 这首歌收录在1992年的电影 叫做《迷途枷锁》的 原生大典里面 同样1993年和1994呢 凭借着这首歌 获得了六项的格莱美奖 那么在1994年的颁奖典礼上呢 Alc Clapton拿的吉他 就是唱的这首歌曲 那么我相信很多 弹吉他的朋友呢 都弹过这样的歌曲 那么在我看来呢 大部分都是为了尊重原版 而表现的 琴瑟的A调的编曲 那么当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原唱的这种唱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个是我们平常挺的最多的一个版本 我呢 我呢曾经见过他在一两个场合唱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刚才我们这首歌的旋律呢 它其实还是偏高的一种旋律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一个 在中晚年天堂见到自己的孩子的父亲 我相信 我相信有时候他的心情一定会非常的哽咽 所以说在有的场合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用了另外一个副旋律来唱 比之前的更低 我们来听一下 它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旋律呢 我们来用这个富士旋律唱一下 大家听一下这个富士旋律的感觉 Zither Harp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it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I must be strong Yeah Carry on Cause I know I don't belong I don't belong Tear in heaven 那么这第二个版本 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 它非常贴切地表现了父亲 在看到儿子跟他的对话 我相信正有这样一个场面的时候 父亲的心情首先会非常的悲哀 内心呢在深深的哭泣 同时呢 因为无奈 祝福着在天堂之门 而且有个更好的未来 所以这首歌的编曲上面也有极大的营养价值 现在我们来 这个看看它的编曲方式 那么这首歌呢 其实它主要的和弦进行的就是 一三六四五 那么当然这个第三集呢 有人会说它是第五集 首先我们看一下旋律是 刚才我走的就是 当然我也可以走一五六 那么这两个的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第三集和第五集的时候呢 都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它做了一个转位 我们知道第三集的构成是 米 搜 西 那么所以说 米 搜 西这个西呢 就是它第二转位放到最下面来 所以我们听的感觉就是 它有一个低音的这种下行的走法 那么后面呢是直接四五 也就构成了它这个进唱的主要的部分 当然除了A调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别的这个变调的方法 因为毕竟对原调来说 还是稍微有点高的 比如说我们使用G调的第一集 说我们使用G调的一种下来说 我们使用G调的一种下来说 I must be strong and carry on 那G调也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你可以用更低的调来对这首歌进行编曲 通常我经常跟别人看玩笑 我最喜欢的调是异调 降异调 我们来再看看比较低的异调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it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I must be strong 那么这个呢整个唱会会更加的低一些 那么其实我平常在大部分的时间 这首歌唱的时候呢 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A调 用它的副旋律来吟唱会更低一点 那么这首歌除了前面 它还有一个转调的成分 我们以原调作为一个示范的 当原调再走到第五集 回到第一集 其实这个Do就是G调的Re二大 所以说通过这个音来的Re Mi Fa 就转成G调上面了 Do Re 那第四集 第一集的这个转位 二集 第五集的这个转位 到第一集 最后呢落到了G调的六大 那么G调的六大呢 实际上它就是A调的这个 D五集 所以说很快的 就转成了这个A调部分 Time can bring your down Time can bend your knee Time can bring your heart Have you beg and plea Beg and plea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it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If I saw you in heaven saçMAN I must be strong And carry on cause I know I don't belong 天涯 天涯